因为上人说我们要多付出多承担 那我就跟潘志兄说我愿意 南北和桃园修缮团队的总协调 前往禁私金社舰上人 来自高雄也是灾害 因变中心副召集人吴中化 代表了中清代出席 这次面对大灾难 自愿承担也展现组织动员实力 跟我们花莲组队的串联 那还要跟我们高雄区的串联 因为随时掌握要来的人数 进行出一个SOP 这个月17号一接到花莲县府 邀汉慈济以及台积电 联合为灾民修缮房子 他隔天号召高雄志工 前进花莲组成了包裹铁工 油漆 访饰 记录等人的工班 也汇整受灾户的资料 前往现场出刊 找出受损房屋的问题点 然后派工 施作 最后做整合 并在一天后完成了 第一户的修缮 可以让我们这个修缮 跟我们整个高雄花莲团队 可以运行得很顺 南到北 志工相继 自动自发挺进修缮第一线 但要修缮的不只是家园 灾民的心灵更需要安住 一个温暖的拥抱 深情相拥 胜过千言万语 而来自桃园的团队 则是出动一批又一批施工扎实的水泥工 截至这个月二十六号为止 此季的修缮团队共接案两百九十户 已完工四十九户 共计出动了近五千人次的志工 为花莲强振付出心力 修缮还在如火如荼进行 商人勉励志工 把实际的组织脉络紧密相连 一条心 把救灾效能发挥到最大 大海新闻 邓民一 翁重文 花莲报导